来说 八字看学习 其实各位你要了解 学习的一个阶段 他其实是分两阶段 为什么你们都会听我说 要去实证 那假如不实证的一个情况下 不实证的一个情况下 那就很容易会产生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学的对或错 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在八字里面 我们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做 低收学习的阶段 他叫做硬的阶段 这时候是一种吸收 那吸收是要干嘛 让你从不懂 变成懂 让你不懂变成懂 神话 班长来了 NL 你好 他是让你从不懂变成懂 第一收学习的一个过程 但是 各位 你要记得 你会不会跟懂不懂 是两回事 嘉明兄你好 你会不会跟懂不懂 你会不会跟懂不懂 是两回事 所以你一定要经历过第二个阶段 他就是食伤的阶段 神渣就是我生出来的 就是我要动手去做的 就是我要动手去做的 实作 他才是决定你到底会不会 在这里 KL 你好 很多人往往他都是怎样 直到这里直步 为什么我在昨天里面有讲过 那个网友来找我 然后他说 他只是想要知道他八字到底是怎么样 我就跟他讲说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 他只想要看懂他自己八字 而把八字学好了 为什么会这样 各位 因为 这一群人 他走不出去 实作的这一块 他永远都在这里 然后他就是拿了他自己的八字 然后在那边对 那当对不出来的时候 各位 这时候他就会出现一种情况 他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一定是我学的不够 我学的不够 我才没办法运用 所以他就会拼命的 一直学一直学一直学 那学了很多 可是他学了这么多东西 他也不知道 哪个可以用 哪个不能用 所以他就是 什么东西是可用 什么东西都不可用的情况他都不知道 当然他只会在八字里面 越赚越迷惘 陈建民你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一定要叫你们去实证 其实在 不是就只有八字是这样 任何的学术 其实基本上都是这样 理论归理论 就很像 你读了好多开车的书 第一步就怎样 第二步就怎样 OK 你都很清楚 问题 你只要没有上车 踩踩油门 握握方向盘 你只是说着一嘴的好车而已 可是实际上就是不会开车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叫你们去实证 因为实证是你要讲出来 你要实做 那你到底懂多少 就是在实证里面去了解 所以一定要做 你不做 永远就在那边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们在网路上会看到一种人 你们在网路上会看到一种人 他是怎样 哎呀 我的八字 传统学派说我的八字是怎样 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盲派里面又说我的八字 八字是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兴派又说怎样 各位 他讲了那么多 看似好像很懂八字 可是到最后他还是要问你 我的八字到底是怎么情况 那就是什么 他只有学习而已 他没有实证 他根本就不会批命 他只是懂而已 他只是认识八字 他不是真的会八字 而很多人就是这样 所以不管他再怎么努力的看影片学习 不管怎样去到网路上跟人家很努力的讨论 各位 你会发现到 他们对八字就是越学越迷惘 为什么 他就是不会批命 他就是不知道他的问题点在哪里 所以在八字里面 来讲 就已经跟你讲 你要学会一个东西 这个只是让你懂而已 这个才是你真正的会 因为是你要生出来的 你要怎么跟客人讲 你懂多少 你会不会 所以各位 这叫专业 这个叫专业 这个叫吸收 在命理里面 他跟你讲 这个叫专业 了不了解 这叫专业 这只是吸收 懂 对不对 就是懂而已 那懂会是专家吗 所以各位你就会了解到一件事 为什么很多人很努力在研究八字 可是他的结果成效并不是很高 甚至有人跟你说他学了30年 但是得到的结论是八字不会准 为什么 这一块根本没有 你这一块没有 你学一百年也没有 了不了解 所以为什么要跟你们讲 你们学了以后 你们学了以后就要去实际的批命 你实际的批命 你才会有所谓真正了解 自己哪里懂 哪里不懂 了不了解 哪里懂 哪里不懂 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去真正的学会 不然 各位 都是自认为的 那等到真正实陈的时候 被打枪的时候 才恍然大陆说 为什么不是这样 各位 为什么不是这样 很多人不是这样吗 所以在八字里面都已经跟你讲 你学任何东西 都是先懂后要做 就很像在座的各位 你们天天来看我 讲命理 你们都觉得懂 可是一个八字在你面前的时候 哇靠 妈的跟无字天书一样 君子来 你好 怎么会这样 怎么 听起来都好像懂 可是实际上 就很像 文字天书 因为 你只是看起来懂 你吸收而已 但不见得会 了不了解 你吸收而已 不见得会 所以 这就是 为什么 我一直要叫你们去找人实证 你们这里面有找人实证的 你们就会知道说 八字是什么情况 你们假如没有找人实证的 各位 在问我的问题 永远 老师 这个是不是 这个课那个 永远都在五行生课上面打转 那个就是没有在批命的 所以 他也不知道他问什么 他就只会 老师 这个好像是这个课那个 那你看就算没在批命了 了不了解 真正有在批命的 根本就不会问这种问题 所以 各位 你要学会一件事 到头来都要怎样 去动手 了不了解 你到头来都要去实证 你们假如不实作 不实作 那基本上你们就会停留在这里 那这一边 这一边叫学者 学者叫做只会讲 不见得 能够做得出来 那这一边 这一边就真的是专业了 所以各位 为什么一定要动手去 一定要动手去实作 你才会真的了解这一门学术 不管是面临 不管是在任何的学术 到最后 你都一定要 亲手去做任何章 你好 所以 各位 从八字看学习 你就知道 为什么很多人很认真在学习 可是他到最后还是不会 你们就知道了 因为他没有所谓的实证 就是实伤 要 真正懂是你要讲给别人知道 给别人听得懂 然后 还能够验证 不是单纯的 只是 就是教人家 可是教人家没办法实证 有很多都是这样 我以前在 我有教过那种香港的 香港的学生 他来的时候 我就说八字拿出来 我们用八字来学 他整个傻眼 他说 哇 可以算八字 我说 对啊 不然 他说他们香港的老师 只负责教 他的老师只负责教 不给他们问八字 不给他们问 然后 跟学生怎么讲 我负责传承的是中国文化 我只负责传承 我不负责解答 他问题 各位 这样子 你学了再久 有用吗 你学了再久 有用吗 也就是说这个老师 他就是单纯的就教你而已 说不定他连批命都不会批 他连批命都不会批 还跟你讲 我只负责传承学术而已 哇 这时候我都突然觉得 这个老师太好 太好当了 这样子 多好当老师啊 我只要把最熟的东西背一背 我天天给你讲那一个就好了 对对 反正你们也不准发问 问题 怎么可能这样 我们学八字不就是要实证吗 对不对 我当然就是 要给学生 叫他们拿八字出来 要不了解 拿八字出来 用八字来做验证 所以教书很简单 把东西背一背就好了 然后就教 反正下面学生跟傻瓜一样 也不准他问 对不对 也不准他问 有 有这一种的 所以他们学到最后 真的就只是懂而已 但是你说到会 不可能 而且还很贵 跟他们学还很贵 这才是重点 他还不是说那一个 像台湾教的 去救国团 这样子学 学个兴趣兴趣的便宜便宜的 不是 他们才收很贵 所以各位 我们就会知道 他收很贵 还当做宝一样 现在你们已经学会了 以后教书 了不了解 不准学生发问 只有老师可以讲而已 妈的 这样子妈妈 你们学的会才有鬼 所以 你花了钱跟老师学 你想要当命理师 门都没有 对不对 好 这个 YP你好 我没有啊 就是因为我肯教嘛 我从第一 我从 以前某东西就 就一直丢出去了 所以我的学生都学我全部的东西 刚开始的学生 刚开始的学生 然后他有看到我后面的影片 他都说 哇 老师 你的东西怎么又全部都不一样 我就说没有不一样 都一模一样 他说怎么可能 但是 就是不一样 等到他来复习的时候 等到他们来复习的时候 他才知道 奇怪 怎么一模一样 我就说就是一模一样 对不对 但是因为我肯丢 所以他会触到 让我有更多更多的东西会发现 了不了解 会有更多更多的东西会发现 所以 当然体悟就越来越多 那在批论的一个角度 他就会怎样 越来越深入 就是这样 所以 不怕 不怕交出去 了不了解 假如我今天 假如我藏最重要的东西 我可以跟你保证 没有人会批命的 那五行派我创的 我只要把最关键的东西藏起来 你们永远也不可能赢我 不要说 阿妈一大堆 已经出师了 当老师了 别想 但是 但是 但是各位你要了解 我不会做这种事 了不了解 就是 交给你们 你看 你们长期看我的东西 你会发现到 为什么 有的时候我又有新的东西跑出来 又有新的观念出来 那就是什么 肯交给学生 了不了解 肯交 然后 然后 学生的反馈 或者在我教学当中 又有触发了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 他就会造成 我们常常讲的教学相长 所以 你不要害怕教人家东西 对不对 就像我那个大陆的学生 他来 我就说 你就好好的把你的东西交给人家 他说 老师 我教会人家 我以后要吃什么 我说 妈 你那么观念 那你从大陆来我这边学 我假如把东西藏起来 你现在学的会吗 各位 了不了解 所以 教就教真的 了不了解 但是各位 你也会知道 你只是单单看我视频 你会学的乱七八糟的 哈哈哈哈 我 已经把我百分之 99 以上的东西都出去了 但是 你还是一样会学的乱七八糟的 这就只有学生会知道为什么 这只有学生知道为什么 但是 我是真的 我没有藏东西 有的时候学生可能说 他妈 老师 我花钱给你学 你还跟人家讲 我都会跟他讲 他妈 那是因为你有学 你看得懂 你看其他人 你妈的还在茫茫懒 怎么跟喝醉酒一样 哎呀 这个是喝那个 这个是生那个的 哈哈哈哈哈哈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我没有藏东西 这里面学生都知道 我没有藏东西 只是 你们有没有办法去抓出来 了不了解 你不像他们是经过系统的学习 所以他们可以知道 从老师在讲的是哪一部分 你们没有 你们就要东拼西臭的 拼装车 就这样子 但是 资资够的也是可以学个七八成 我还是跟你们讲 丢出去的东西不会是假的 这边有那么多学生 你们可以问他 那么多学生 我有讲假的东西给你们嘛 所以 这是第一个 八字看学习